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幻園靚靚拳 今集邀請來一個YouTube的新朋友 新的一個特別嘉賓 他就是 Yoyo Yay 馬戲團 Hello Hello 等等 歡迎你加入YouTube這個世界 High Five Yeah 謝謝你 今天很開心 因為馬友邀請我和他一起合約拍這個影片 也是YouTube界的新手 所以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我們第一次來看 新朋友 大家可能以為你們認識 其實是不會的 是真的第一次 十分鐘前第一次見 而且我經常很想問他為何他的皮膚這麼白 我化了一點妝 因為見到你的關係 化了一點concealer 他做了掃眼拍 今天很尊敬 不是的 平時我看你也很漂亮 我今集的目標是要觀眾看到一個 你們從未見過的Yoyo 好 想看的 首先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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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馬上開始 好緊張 其實你剛才說到 一個從來都沒有見過的Yoyo 我有點擔心 不用擔心 我希望觀眾有一種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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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什麼七八點 就很糟 那你剛剛在幾個月前開Youtube 那你怎樣做了 兩個月前 兩個月前 怎麼這麼小 第一條 嘩你出得很密 一個禮拜出一條 就是想 但是沒有設定 譬如可能盡量想 沒有那麼大壓力 是的 那你做了這兩個Youtube 有什麼感想 好像你說的 譬如我在電視台工作 很多時候都是被安排 人家已經有稿 有大廊 賣去就做 對賣去就做 總之你完成了那件事 就OK 但Youtube很不同 就是因為是自己的頻道 因為我剛才也有問過你這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你會開一個Youtube頻道 就是 其實那個頻道 因為是自己的 變成很多事情 自己想做的事情 都可以在自己的頻道做到 而不受限制 是的 即是可以講自己想講的題目 雖然我還是有一點點限制 哈哈 不過都很少了 少了 少了 但是空間都大了很多 是的 空間都大了很多 例如我自己比較喜歡 一些可能養生的題材 我可以拍一下 因為其實我又喜歡想講一些 心靈系列的東西 心靈雞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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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沒拍的 在預告一下 有機會的 有機會會拍這些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悶 哈哈哈哈 那你想設定你Youtube的方向是怎樣 我其實設定的方向是 我是想多元化一點的 但是所有多元化一點之外 其實總括整個 overall來講 都是 positive 即是給互相鼓勵 就算譬如我有一些 題目叫做一日體驗的 題目 有些可能一日體驗的 人家就只去玩 玩完就節目 比較多 但我都會想在我一日體驗裡面 真的講回行業的感受 或者我做完那件事的感受 或者可能會更加了解其他人 而去更加可以做到 互相尊重 互相去體諒 即這些這樣的事情 多年來 我們先看一些問題 在Stories那裡就問了一些問題 一個選擇題 50歲先遇到珍愛 然後共鞋連理 還是25歲遇到珍愛 但是只能相處20年 然後孤獨中老 哇 這個問題很明顯 為什麼會這樣問 很明顯 你會怎樣選擇 我會是50歲遇到珍愛 然後可以共鞋連理 但是如果55歲死 喂呀 命短一點就很不值 你說你說你會怎樣選 你會選25歲 我會選25歲 因為我覺得等很久 50歲才遇到太遲 我覺得 因為你已經享受過 很微滿的時刻 是 當是另一個階段的自己 也是 所以這些就是 每個人的觀點與角度 可以真的很不同 那我為什麼會選50歲 而可以共鞋連理 因為我就是覺得 其實你25歲的自己 還是一個很不成熟的人 很多人生的經歷又沒有什麼 又不懂得怎樣跟人相處 就是我反而寧願用多些時間 用可能人生的前一部分 去完善了自己 去追求了自己的夢想 做完我自己想做的事 然後我去遇到一個人 安定下來 而不是再繼續去追求什麼 那我覺得這樣好像會比較 我覺得而已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選擇不一樣 如果每一個這些問題 都會這樣斷 很認真 可能不要這麼認真 回答這些問題 很認真 她剛才看這些問題 看得很認真 很差勁 今天就有請我們的 星級化妝師 哈囉哈囉 哈囉哈囉 那你對今天這個Yoyo的妝容 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呢 因為今天想配合這個 少少波希敏的風格 我就想用一些粉濃的紅色 這些彩色的眼影去做 但是呢 其實呢 它的眼影是不適合太多眼影 因為它屬於圓眼 然後眉眼距離 都正常的 但是眼睛好像有點容易腫 所以呢 就不用很多眼影去蓋它 所以眼皮重的朋友呢 就是要避免太多眼影 如果不然呢 就會好像眼睛 它的眼皮更加重 那它的皮膚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很好 是薄一點 容易見到微笑管 但是用粉底 噴一噴就適合了 所以 今天 我會做了 髮型 髮型 用延伸的髮型 現在她的髮型很短 所以是很大的改變 對 要製作一個部份 要製作一個很清晰 所以要製作一個部份 再加一些長大的髮型 我覺得好像在做我一樣 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 然後就說 下一套沙漢 我覺得這種的接應方式 擺姿勢的美麗攝影模式 是完全不一樣的 有點困惑 對 盡力 因為她又在隔壁聲音導航 平常拍照她們不會看 最初攝影師可能 頂樓就是教你如何擺姿勢 但其實如果是姿勢的 來去去都是差不多的 那些就懂了 現在反而叫你不要擺姿勢 你把你舊舊的一貫就不要 反而是這樣才是困難 所以很有趣 你平常拍的照片 不是多數都是這樣 不 今天這個感覺不特別重 我想抹凸 抹凸了 以以前的感覺 你要建立一件全新的東西 一定要把以前的東西推掉 加油 OK 慢慢 吃吧 看看 你看 看 看 好! 玩完美麗拳! 耶! 玩完! 好開心啊! 剛才說了自己的感受 大家不要以為這樣坐在後面 這種動作很簡單 其實是很累的 像是藝術品 是啊! 我真的沒見過這樣的自己 好開心啊! 謝謝你啊! 謝謝你啊! 好玩啊! 而且這相片真的很漂亮 很相信觀眾會 一定會有些觀眾說 那是誰來的? 沒關係,沒問題 不要知道的 我想10個有10個都說 一點都不像你 一定會是這些留言 期待這個影片出來 期待我等你啊! 耶! 好快的啦! 好啦!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要like、subscribe和share出去 還有大家如果喜歡 《華為美麗拳》這個系列 記得要訂閱啦! 知不知道? 還有快點去Yoyo的YouTube Channel 看她的影片 她很勤力的! 她每個星期 盡量都會出片給大家的 你也是! 我一個星期兩條的 嘩!厲害! 好厲害! 好啦!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希望有機會再合作吧! OK! Bye!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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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